養樂多迷接女大生 二店長扯事好敢要 欸小芹啊 跟你一告 在手的異性 也不要亂喝她给的饮料 干嘛那么严肃啊 不是跟你开玩笑 表里有个餐厅店长 校囚打工的女大学生 去年平安夜前夕 以交换礼物为皇室 约出来吃饭 竟然骗她喝餐的迷药的養乐多 太饿止了啦 结果咧 还对她善下洗手 直到她男朋友打来 才送她回去 她男朋友买牛奶给她喝 牛奶还从皮孔流出来 要失禁 住院三天才救回一命 好可怕哦 她同学曾打电话质问店长 店长也承认带套性侵 没想到她后来竟然翻供 说什么因为想挽回 非议所的女朋友 才会找女大学生 试什么增加异性好感的药 太扯了啦 因为没有采取到店长的DNA 所以只能判她 下药强制性侵未遂 三年半徒刑 这么可恶的人才判三年半 总之哦 你女孩子要小心点 是是 海洛强制性侵未遂的 感谢观看